Good morning,各位朋友大家好,这是在2022年的1月22日星期六,上午的10点36分,今天是我的生日,生日快乐, 然后现在还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这边的卡车学校进行学习,已经通过了直线倒车,通过了offside,就是AB库的倒车的测试, 然后也通过了契杀和车内检的考试,所以我们下一步要学习侧方停车和90度倒车,然后还要背这个车外检的ABC和第五轮盘的学习,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吧, 也是笔试,也通过了这种基础知识呀,气扇呀,那个,还有那个交通标志呀,还有是组合呀, 还考过了英文的危险品,hard dust material,考了中文的油罐车,考了组合, 两挂三挂,这种车辆,所以学卡车的过程也是一个很艰苦日积月累的过程,什么都需要时间,时间的累积, 但是每天都是会很快乐,也会感叹少小不努力,老大涂伤悲呀,过去的努力才能形成今天的自己, 今天的努力才能形成明天的自己,所以是,幸好我们现在是在学英语过程中有,有这个,有道词典笔二, 也推荐给我们的朋友,有的朋友直接就给自己买一只,给自己妈妈买一只,买两只, 我的同学今天看了我这个,说太神奇了,太神奇了,要两个同学都要买, 之前有一个同学也买了,所以有道词典笔,对大家学英文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也推荐给大家学英文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有道词典笔,也是一百八十多块钱吧, 这是喷二,可能就是喷一要简单一点,中英文的翻译, 有道词典笔的喷三可能更多一点,可以有其他语言的翻译, 功能更强大一些,所以,要在美国这样的社会生活, 就要去付出自己的一番努力,要学语言,语言通了,一通百通了, 这是需要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也需要就是凤凰涅槃,涅槃的过程, 姚明曾经讲过一句话,是到美国就是又出生一次, 要经过那个十月的阵痛,然后出生了一次, 然后什么都是不明白,一张白纸, 然后可以描绘最好的图画, 通过自己的辛勤的耕耘,去展现一个华人的一个勤劳和智慧, 然后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去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现在美国这个密尔克戎这个疫情还是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要戴好口罩,要做好自身的防护, 疫苗也已经打那个莫德纳,在亚利桑拿打了两针, 然后回到加州,洛杉矶这边,又打了第三针,加强针, 然后平常也要吃一些深海鱼油,吃一些维生素D, 要补充一些维生素,而且就是吃的品种要多一点, 比如像核桃仁,像开心果,香蕉,苹果,橙子,梨, 各种都要营养要全面一点, 也要喝牛奶,米饭,面条,包子,饺子,元宵,各个方面都要全面一点, 包括东北的酸菜,那个蘑菇,黑木耳,这些产品都要吃一些, 都要摄取一些,而且要多喝水,这对健康是一种保证吧, 只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才可能走更远的路, 看最美的风景, 所以像这个生日的时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对自己来说是个节日,生达的节日, 昨天也已经打电话给母亲, 感谢母亲,给父亲,父母表示感谢, 也希望他们能够健康,能够快乐,平平安安, 扎其得乐,这是祝福, 所以说第一杯是敬给自己的父母的, 祝他们健康生活500年, 第二杯是敬我们的朋友的, 因为来到美国以后, 等于是从零开始, 所以会认到一些朋友, 也有一些坏朋友, 也许是好朋友, 坏朋友就是去对你坑蒙拐骗的, 会谋取你的经济的利益, 好朋友就是鼎力向住的, 会给你一些支持, 无论精神上的,物质上的, 各个方面的, 给你一种支持, 是你能够走过最困难的路, 所以第二杯是敬朋友, 感谢梦想的路上, 有你, 有你们的鼎力支持, 也有贵人相助, 能够走到今天, 第三杯是敬自己, 也希望自己, 英语啊, 还有那个各种知识啊, 就是能够更加的全面, 能够完成自己环游世界, 走遍美国的梦想, 我现在已经走了美国四十几个州了, 就是如果和未来自己的欣赏人一起去阿拉斯加, 看一下极光, 就能够走遍五十个州了, 所以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到其他的国家去看一看, 加拿大已经去了, 像墨西哥呀, 像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因为自己就是去过这个中国, 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 然后在美国也生活了很多年, 在夏威夷也生活过七个月, 所以去加拿大也从那个纽约州那个, 尼亚加拉大瀑布过去, 到那个安省, 所以还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吧, 所以人生是有梦就会闪闪发光, 有光而止随风而来, 然后去为自己的梦想追求, 你这个人生就会过得非常的有意义, 也感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再见。